主料,排骨500克,干土豆片一盘,辅料,盐,冰糖,红烧酱油,大料两个,葱姜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排骨凉水下锅桌水后,放入油锅中炒至变色,加入冰糖翻炒两分钟,加入料酒,红烧酱油翻炒,加入开水,大料,最好一次加够,多加些,干土豆片 很吸水,炖到汤汁剩三分之一左右加入盐,开始大火收汁,汤汁快收干时的样子,我还没翻面,翻了后,颜色已经很红亮了,做好的样子,很有食欲,烹饪技巧,干土豆片不要用水泡,洗净与排骨一起,或者稍晚十多分钟放就行,泡后的口感不劲道,要比正常多放水 干土豆片汁水,排骨凉水下锅桌水口感更好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